新北市今天举行了灾害防救联合演练 模拟状况就是台湾外海发生了规模8.0的强烈地震 引发海啸又导致核电厂受损 演习当中国军出动了化学兵还有核辐射增防车 现场也首度启用海啸的手机广播简讯 地震引发的海啸冲毁车辆 多处民宅更被海水淹没 民众受困在屋顶期待救援 国军派出空情直升机顺利完成了救援行动 不过地震海啸引发了核电厂损毁 导致辐射外泄 国军派出化冰裙穿着核防护衣 协助核污染的储物工作 现在作业人员为了防止辐射层 因为通室陷入车内造成辐射污染 会建议真空西请进行 车家内放进度进行服务 此外也派出移动真房车 侦测核污染的情况 因应日本的震灾 这是台湾首度展开复合式的防灾操演 也是第一次针对海啸及核能安全进行演习 演练过程逼真 同时现场也首度启用了手机简讯 防灾警示 未来将全面运用于正式的地震海啸的预警 陈副院长跟朱市长都向我显示 他们的手机都收到了海啸跟地震的简讯 这个系统当然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完成 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先做的 我们就先做 资讯越快越透明 我相信我们将来防灾的能力会更高 马总统表示 5月17号新北市将针对核灾演习进行操演 中央地方务必重视演习 同时针对民众疑虑核能安全 马总统也再次重申 我爱台湾更要核安的立场 记得林选吴家宝 新北市报道